哈里和梅根戴婚 后去哪里读蜜月 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在温莎的福洛格摩尔宫 说摩尔英国媒体 借用过去人们对已顾戴安娜王妃的称呼 人民的王妃 把戴安娜次子的婚礼称为人民的婚礼 这是英国2018年度大婚 但是宾客名单上没有首相特丽莎 没 也没有在野工党领袖杰瑞米克尔宾 没有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夫妇 也没有前任奥巴马总统夫妇 王氏4月10日发表声明 揭示了哈里婚礼宾客名单制定的原则 是指请跟新郎新娘关系密切的人 包括亲属 没有证件要人女邀名单 理由是哈里在王位继承序列上 仅排名第五 奥巴马和米歇尔夫妇 是哈里和梅根的好友 已经证实他们没有收到情见 除了婚礼和晚宴的宾客外 有1200多位英国普通民众得到邀请 届时到温莎城堡里观礼 到目前为止 马克尔的婚纱仍然保密 参加婚礼怎么着装 规矩要求督印在请柬上了 男士迎着婚宴男礼服 白衬衫 领带或领结 可能在家一顶高礼帽 里面或许有西装背心 女士泽礼服礼帽 群长及西陈建州开超炮 遭追尾灵索陪 深夜却吐心声 据台湾媒体报道 黑人陈建州 做开着要价1580万的 麦凯伦超炮外出 没想到却被后方出租车 不慎追撞 保险杆都被撞凹 让不少懂车网友都惊呼 修车费不便宜 但黑人受访时 透露并没跟出司机索陪 被赞佛心 可黑人昨晚在脸书上发文 透露还是非常心疼 黑人超炮 昨被出租车司机不小心撞上 据媒体报道 他车子保险杆都被撞凹 但考量维修费可能是司机好几个月薪水 因此他告知对方人没事就好 零索陪的举动也被赞超暖 不过黑人昨深夜在脸书吐真言 透露重点是没人受伤就好 但老实说 心还是有点疼 不少网友安慰他 看开一点 同时间也不忘称赞他 真的很佛心 好心会有好报 阿娇下周洛杉矶出嫁 等美嘉演唱会结束 阿娇今年1月 接受有一届王阳明 之称的台湾医生 赖红国求婚成功 外传在25日 与洛杉矶举行婚礼 阿娇与阿萨已经飞往加拿大温哥华 预计在演唱会暂告段落后就嫁做人妻 由于阿娇与阿萨所属的团体TWINS成军刚满17年 阿萨也在IG秀出两人合照 并写下 Happy 17TH Anniversary 无论日后路怎么走 彼此老有角色似就 阿娇的老板杨瘦成一项腾塔 也献上价值750万港币 约新台币2890万 的上海小豪宅当贺礼 为他祝贺 据传这场婚礼 只有亲朋好友参加 双方家长不会现身 之后才会回到台湾 香港各办婚礼 并请双方家长一同出席 李连杰 经线80岁老太大逆转 豪宅最新照曝光年级55岁的李连杰 因为离病 作品量锐减 再加上要假撞现抗禁服药 日前最新照片流出 看起来就像是80岁 让外界相当唏嘘 虽然李连杰未有回应 不过有其他媒体 翻出他近期照片 是大陆节目 鲁豫有约大开一日行的近照 只见李连杰与鲁豫 在豪宅内饮用粗茶淡饭 看起来相当血液自然 在这段影片中 李连杰宴请鲁豫 虽然是剪餐小菜 但看得出李连杰的心意 而他表情红润 气色不错 证明其实身体状况还是很好 也很享受这样的平淡生活 不过因为这系列节目的大明星们 每一回都是邀请鲁豫 到知名餐馆享用美食 只有这次是粗茶淡饭 但只要看到李连杰状况良好 那就好了 陈建州开超炮遭追尾林索陪 深夜却吐心声 据台湾媒体报道 黑人陈建州坐开着要价1580万的迈凯伦超炮外出 没想到却被后方出租车不慎追撞 保险杆都被撞凹 让不少懂车网友都惊呼 修车费不便宜 但黑人受访时透露并没跟出司机索陪 被赞佛心 可黑人昨晚在脸书上发文 透露还是非常心疼 黑人超炮 昨被出租车司机不小心撞上 据媒体报道 他车子保险杆都被撞凹 但考量维修费可能是司机好几个月薪水 因此他告知对方人没事就好 零索陪的举动也被赞超暖 不过黑人昨深夜在脸书吐真言 透露重点是没人受伤就好 但老实说 心还是有点疼 不少网友安慰他看开一点 同时间也不忘称赞他真的很佛心 好心会有好报 谢谢大家